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sip Man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好,今天呢是這個除夕,那最近呢因為年末事情比較多,所以說呢 已經好幾天沒有更新了,然後利用今天這個短暫的時間呢錄一段影片來跟各位拜一個早年 然後呢也跟各位分享一下說我年後會錄製哪些玩具 以及我最近收了哪些玩具 那首先呢就是這個Oculomax的Artifacts這個滑車MP級別的滑車 這個是玩具聯合國的賣家借給我來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但是呢我一直遲遲找不到時間來錄製節目喔 所以說呢可能在年後呢會再錄製一集節目跟各位分享一下這款玩具 然後就是這個三羊魔 這個是我在競標裡面得到的一個玩具 那這個玩具呢是一個二手的玩具喔,但是呢 它是一個非常經典的一個玩具 那我也沒有錄製節目喔 因為我現在呢就比較專心錄製一些新的玩具的節目 那對於一些老的玩具呢我可能之後有時間 再來錄製節目來跟各位分享 再來就是這個美版亞線的這個音波喔 那我之前已經有錄過這個MP級別的音波還有磁帶部隊的節目了 因為我當時錄製這個MP的音波還有這個磁帶部隊的時候呢 我不小心把這個磁帶部隊的這個雷射鳥用壞了 當我知道亞洲限定版的音波要再版的時候呢 我就索性再收一組喔 然後呢這一組就不會開箱就留在盒子裡做一個收藏 還有就是這個MP11T 那這個玩具呢我已經有非常多的頭模了 所以說呢我一直買不下去 然後呢就趁我生日的時候 跟我老婆呢要了這一款還有這個天鵝 這兩款玩具 當作我的生日禮物 那我這個MP的飛機小隊呢就算是湊得差不多了 其他的呢我其實也沒有太大的興趣了 因為這款玩具的模具呢我已經有非常多了 所以說呢這兩款玩具呢我可能之後有機會呢再跟各位錄一集節目 再做一集分享喔 再來就是這個剛好趕在年前收到 這個就是這個Toy World所出品的這個G1造型的大哥 我們的大哥永遠的大哥大哥之中的大哥 Optimus Prime 那這款玩具呢我在這個年後呢也會錄這一集節目 來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那除了這些玩具呢其實我還有訂這個MagToys的這個爵士 但是呢他來不及在年前出貨 所以說呢我可能年後收到呢 也會跟各位錄製一個節目 那今天呢就利用這個短暫的時間來錄製一集這個特別的節目 然後呢也預祝各位新的一年呢能夠吉祥如意 心祥事成 希望呢在新的一年呢各位能夠繼續對這個頻道 給予一些支持以及鼓勵 那今天的這個分享呢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掰掰 歡迎收看 我們是